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这眼睛看什么都模糊 没准把一只老虎当成一头野猪了呢 妹妹你去吧 那给姐姐洗眼睛 我这眼睛谁不能帮着洗啊 那我就 去吧 别让陛下等得太久了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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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派人去上林院护驾吧 什么事啊 这么火烧眉毛的 禀告太后 陛下带着圣娘娘和几个侍卫 骑着马直奔上林院狩猎去了 这你说小的怎么劝陛下就是不坐车 这万一 就是为这个呀 陛下从小就在带国骑马 登白登山长山 哪座山不比这山斗不比这山险呢 上林院那点小泼小崖的 还不如踏平地呀 你尽管放心没事的 吓 吓 笑的告退 采姬随朕来 朕要带你去上林院玩个痛快 朕六岁那年 高祖皇帝带着我们八兄弟 来这里游炼 朕一见到秦始皇留下的大船 朕就问父皇 那大房子是从水底下长出来的吗 父皇听了哈哈大笑 他说那房子呀 是从你小心眼里长出来的 穿过这片白羊林 再翻过那个山坡 前面有一片柔韧如坦的草地 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练骑射的地方 朕待会儿带你去看看 难怪陛下棋术剑术都这么好 是从小练出来的呀 陛下这裂图棒真是又准又狠 你试试 我 是 身 毕竟不是迷孽啊 都怪我太狠 来 来 不能怪你 陛下适不适用 都怪我不好 朕看得出 埃及微微朕心 行为举止 穿戴言语 都在努力送给朕一个民女 难为你了 可见妾做得还是不好 一个人 怎么可能完全成为另一个人呢 埃及啊 其实朕受裂 不是以杀生为恶的 你看 看见了吧 朕才三十岁 就有不少白头发了 朕要再不出来输出筋骨 到了四十岁 朕就要变成白头翁了 臣妾早看出来 陛下秉性温和 今天议会得更深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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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 你呢 我真是周涼夫 朕 老将 正是周亚夫 老丞相 老丞相 你这不孝之子 不为老丞相守灵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陛下 父亲在临终的时候 用手 指着长安的方向不肯闭眼 末将穿上了铠甲 说小儿这就去长安 为陛下护驾 父亲 这才闭上了双眼 老丞相 来 来 双父后 朕要随你一同去江侯封地 送老丞相最后一场 谢陛下 皇后 谢太后 明天叫上陛下 去看看太皇太后啊 叩见陛下 太后 皇后娘娘 免礼 燕儿 今天是清明 外婆来看你了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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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儿 好 好 放吧 放枕头 外面桃花红 梨花白 出去跟外婆走一圈 回来就生个上帝对吗 好了 好了 燕儿 这是陛下 陛下 燕儿 朕是你的四舅 你的舅舅啊 舅舅 你是我舅舅 对 不对 不对 你是我的夫君吧 我告诉你 你别碰我 你要碰我 我去告诉母亲 你 这是我的小猫上帝 燕儿 小猫咪咪咪 来 小猫咪咪 来 来看老猫玩啊 快来找老猫 绿娘娘啊 绿娘娘 你是天下最好的外族母的 还是最坏的 小猫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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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那围墙啊 樱宅啊什么的 你这爷爷呀 好 燕儿回来了 燕儿拜见陛下伯伯 燕儿免礼 燕儿越长越漂亮了 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母后换横而来有何事啊 燕儿 你到院子里去看看牡丹花吧 今年的牡丹啊 开得可好看了 喏 舅父她是真挤还是假挤呀 把太子妃送进宫 她自己还不露面 她不是怕你又数了她 这婚姻的事 还是应该问问妻儿 从古至今 哪家的婚姻大事 不是父母做主 陛下是不是不愿意 妻儿纳缠而为太子妃 是不是觉得我们博家 母后 恒儿毫无此意 恒儿只是担心日后 缠儿会重复张燕的命约 母后 缠儿永远是我表妹 我只做她的太子表哥 太后都做主了 你能拗得过吗 拗不过我也拗 婚姻大事必来是父母之命 更何况你是太子 太子怎么了 既然是太子 就应该自己做主 你以为太子就有那么大的权利 没权利没权利 我就是不要缠儿 你以为太子 就是不如我 母亲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五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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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喜欢他去吧 我喜欢谁 现在 谁又喜欢我 你们都听清了 寡人就是不用那两个人 他们除了能做刘恒的眼线 败无一用 无财无德 寡人就是要抗他刘恒的旨 寡人要让天下的疯王和百姓们看看 刘恒借权是发银威任用他的舅父 任用一群庸才 可就是有人不卖他的账 报 大王 赶紫队已在练兵场 静候大王 好 更衣 大王请看 那些是齐国来的杀人犯 那些是纪北罗来的盗墓贼 那些是从蜀军来的 撕住钱币的 听大王训话 救命大王 好 寡人的臣民们 你们是为朝廷判了此刑的逃犯 是在我淮南国 寡人给你们一次机会 那就是时刻准备 为我淮南国杀敌立功 当今的朝廷任用庸才 昏溃霸道 倘若朝廷再把寡人赶走的什么 丞相 什么都尉 再派回来 你们说 应该怎么办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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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探来报 朝廷并没有派那两个人再回来的征兆 而且 伯昭也会无限老家去了 刘恒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宋大人 请 好 张大人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宋大人 南北军中开张的老部下名册 我这廷尉府也应该备份吧 陛下不是说了吗 不要因为和开张共过事 就都列入黑名册 阁宋大人 我现在是无处下手 有力无处使啊 怎么会呢 我们已经派人严密守住淮南国 进入长安的大道 仔细搜查 还能有什么遗漏吗 那刘长既要与开张一同谋反 开张能不联络他在京城的老部下 老朋友吗 等着吧 会有好戏的 刘恒那边还没有动静 没有任何动静 怎么会呢 吴国的城乡派了吗 其他奉国的城乡都派了 吴国派的是元昂 大王为何大笑啊 那刘恒是怕了我啦 刘恒怕了寡人啦 就拂有所不知啊 我这四哥打小就窝的 连笑声都是扁的 他就是地地道道的窝囊废 他明明猜到 开张就躲在我淮南国 而那首儿歌也是寡人有意编排他的 寡人做四匹马拉的带顶的大鱼 远远超过规格 寡人有意不去上朝 就是对他的大不敬 可他怎么样 还不是派他的舅父 乖乖地给寡人送了一大堆的药 这样的皇帝 他没那么简单吧 没那么简单又怎么样 派往敏月的人走了吗 你觉得这敏月王将如何对待寡人 去敏月国的人已经走了 敏月国对刘恒后代南岳王赵佗极为不满 照他们的信息 咱们起兵 他们绝不会帮助朝廷 我们出高价买他的大船 他何乐而不回呢 好 那驾这些大船航海去敏月东边的小岛 有没有危险 我已经反复看过了 那些大船十分坚固 万事寡人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有朝一日举事不成 舅父就随寡人一同去敏月东边的海外荒岛 称王如何 大王心还不定 寡人这也是退一万不说 这样 舅父 你明天就动身去雄奴 至于本王嘛 要会会那个吴王 他说 刘碧那个老狐狸 他是不会服作大王的 哼 他早想成帝了 这个寡人知道 可是那老家伙 服得留有望 看得吴氏钱必满天飞 寡人去占点他的便宜总行吧 啊 站住 来者出事官船 啊 哈哈哈 吴国来的商谷 去龙城啊 是是是 去龙城换些好皮子 你们这些商谷啊 可真能钻空子 只要朝廷不与匈奴人打仗 你们可就忙活起来了 赚钱哪 赚钱 走吧 走吧 是是是 好 淮南王驾到 小弟是直姓的 说话直来直去 这次来贵国就是向你这天下大富户 这个来了 老夫佩服你淮南王的胆量 坐六匹马拉的车还带鲁伯一丈 天子出巡也只坐四匹马拉的车 你就不怕触怒陛下 寡人才不管什么绿令不绿令的 寡人想坐几匹马拉的车就坐几匹马拉的车 只要寡人有钱 只要寡人有钱置办得起他管得着吗 就是嘛 淮南国也是有名的富足之国 你怎么还要向寡人伸手呢 寡人这次向吴王借的不是钱 而是人 借人 借人干什么 干什么 吴王是明知故问吧 自代国的刘衡 在陈平周伯两位拥戴之下 当上了大汉皇帝 凡是在诸旅中立下战功的高祖 嫡亲和宗师后人 哪个福啊 就说你吴王 高祖在时 那也是战功赫赫的大将啊 平英部 你可是众人皆知的大功臣 那刘衡阴得很 好话说绝 便宜占尽 怎么看我们这些流性蜂王 就是不顺眼 两只眼睛就是盯着高祖 留给我们的那点封地 来 先喝一杯 别见到我就牢骚发不完 寡人有兴致陪你 来 可怜哪 齐王死后 他首先就借故 把齐国承阳国给一分为四 这且不说 可他凭什么要以此为常理 规定我们所有诸侯百年之后 要把国土分封给所有的儿子 难道就让他们那么多人 占据这么一点可怜的封地吗 是啊 高祖皇帝也没比我们 非要怎么怎么样吧 吾啊 据寡人所知 你有二十七个儿子 难道你吾国 以后要一分为二十七 他这是在蚕食我们的封地 这是败坏组织 我们不该不说话 还有向各封国安插眼线 应害丞相和都尉的做法 先帝都没有这么做吗 寡人是受不了了 寡人就是要举反旗 长帝啊 牢骚归牢骚 这反字可不能轻易出口啊 寡人不光说还要干 有淮南国挑大旗 吾王你干不干 干什么 干这个 不 我可不干 不 吾王是怕落不下头功吧 好 今天寡人就把话说明白 打下江山 以人半壁 如何 老朽老矣 只守着吾国就足够了 淮南王挑挑远来看望梅兄 梅兄当然要送些钱币 别的嘛 寡人一概没听见 也没说任何话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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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酒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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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大蝉鱼 国舅大人到我龙城来示威 贵王子前次到我淮南国 送来那么贵重的礼物 带来那么真诚的祝福 淮南王感动得很啊 特意派我前来 带给大蝉鱼喜欢的绸缎 竹技等等一日答谢 早就听说 在大汉诸王中 属淮南王最重义气 为人宽厚 我们也对脾气 只是 蝉鱼又不能去看他 他也不能来见我 只能 互派使节了 是啊 要是有那么一天 会有那么一天的 国舅大人 你回去告诉淮南王 如果有什么事 需要我匈奴帮忙 让他派来使节 说一声就是了 待淮南王谢国大蝉鱼 国舅大人 回别宫歇息吧 谢大蝉鱼 看来 汉人要入热闹了 那我们就可以也趁乱 不接 我们现在是靖官 等到了火候我们再也 慢点 元丞相 元丞相 元丞相回来了 元昂叩见吴王 元丞相 今天外面有什么事没有 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放心 找不了你的 来人 谢大王 太谢谢吴王了 别说空话了 这秋天朝拜天子的日子 又要到了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 寡人就心躁不安 今年寡人要是再不去 从此以后 吴王就不要再忧虑了 去年元昂就已经禀报陛下 说吴王身体确实欠安 明年要是不能来 陛下千万别怪罪 一年年上着年纪 这是没办法的事 就是死后年年不去 陛下也会体谅吴王的 元大人在陛下面前 是什么人 这寡人知道 知我者 吴王也 关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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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快去吧 走吧 好 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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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换权拿出来啊 马车停下 停下 走 过来 你过来 拿的是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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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东西啊 看那个驾车的 有点像画像里的那个人 嗯 是有点像 查查查查 你 过来 你 怎么样 走吧 谢谢 驾 站住 看看他的马鞭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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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开张的密系是写给谁的 谁是怀难国 按查在南北军的内应 不说 好 好 看你说不说 到底说不说 不说 哎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停下 请问将军 这是关道 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你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运的都是 家用的漆器 竹器 就到前面的雍城 关船拿出来看看 你们的户籍属于哪个郡国的 都是雍城人 你说的可是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送 你不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这些都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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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 也拿着我 这点 这点 这都什么 东西 做服吗 你拿着 真雖恐 被 compliqué 哼 для 让 rolog 走 都打开 林安那人的 让开 放开 都ástico 吵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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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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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壁气了 发现壁气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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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别动 神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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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不好了 大王 神力啊 神力啊 全完了 全完了 这雍城路上运兵器的人 全被宋昌抓走了 舅父啊 不能说完了 至少没到最后还不能说完 那些个亡命徒 有乃便是娘 到了廷尉府 别说上大行了 就是见了那些刑具 他们就得尿裤子 还不得一五一十的全说了 一五一十的说了又怎么样 还不就是说寡人假造雍城官船 偷运兵器 寡人谋反了吗 寡人举反旗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刘衡能把寡人怎么样 能怎么样 那开张的信 可是淮南国特使带进长安的 大不了就是派人来查开张嘛 查吧 开张人在哪儿呢 舅父 那两个杀开张的人绝对可靠 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可靠 我早派人把那两个人给你 这火灵王竟如此大胆 朕 陛下 宋长 你想说什么 淮南王反心已漏 证据确凿 请陛下给我两万大军 杀进城去 活捉淮南王流长 陛下 陈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还是不要强行攻城 免得淮南国再次声名涂炭 还有 刘长谋反 士气未求 刘长之事若再兵道相见 正您心 张廷尉所患 正是朕之所患 如此 张廷尉 臣在 折尼带几名护卫轻装剪从 直入淮南宫 宣阵旨意 把淮南王带回长安 臣 灵旨 陛下 淮南王一向骄横拔回 如今又反心已定 他能那么关书 这万一 朕在给你两万大军 直徐前行不可张扬 一旦遇有意外 你可邻机应变 臣 灵旨 是 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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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咱俩尔德 谁 诃 区刘师 史雅俩尔德 五周 一向 岑俩尔德 大军 最初的军央 南宫尔德 花园建人 刘恒派来张世之 关上城门 我就是要把他们挡在城外 看来他们发现了蛛丝马迹 不能阻止张世之 虚心我军小小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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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下马 来人 绑了 走断的身 别动 别动 走出去 凌卫大人辛苦了 为什么现在才开门 末将只知行大王令 别的一概不知 驾 淮南国的弟兄们 我们都是大汉臣民 朝廷只捉拿淮南王 绝不伤害你们 哪位弟兄 帮朝廷捉住要饭 朝廷将予以住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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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是你们的国王 谁敢叛国 驾 驾 驾 不胜 弟兄们 我们都是一家人哪 你们不愿见到一家人 血肉相残 血流成河吗 那就快点动手 叫仇流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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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皇帝诏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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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Rod 正 放下兵器 放下兵器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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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造反吗 我是你们的国王 都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 把他给我拿下 莫毒 明月王 斗他娘子是狗娘养的 长儿 长儿 放开我 舅父 放下 放开我 长儿 放下 交锋 放开我 那就让天下人看看吧 朝廷不中证据 万下无辜 弟兄们 朝廷知道 你们很多人 都是淮南国效忠赶死队的 都是各国逃来的犯人 我是廷尉府的张世之 我向你们保证 只要说出开张的下落 既往不救 廷尉大人 廷尉大人 我带你们去找开张 我带你们去找开张 叫我开张 驾 大人 这就是开张 太总 来人 把开张给我抬上来 我开张 就开张 好 快 谢谢大家